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能什么亲戚都能来往 毕竟我们的精力有限 民间有句言语是这么说的 走亲戚 一代亲 二代表 三代嘴苗苗 但是 亲戚 亲戚 越走越亲 走动哨的话 可能就是远亲不如近灵了 有些亲戚是值得一生频繁来往的 因为他们会是你人生路上的助力器 所以 人到中年 和这三种亲戚来往越频繁 说明你人品越好 A男是50岁帮助过自己的亲戚 我这个哥哥是远房的堂哥 原来是不怎么来往的 因为都是做药材生影的才逐渐热络了起来 我一直没把他当回事 认为同行是冤家 总是防着这个哥哥 自己留了一手 可是这个哥哥对我确实是心实意的 因为通过一件事 让我看到了他的真心 我急于求成 囤了一大批药材 经营上资金发生了短缺 当时很着急 四处去筹钱也没够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决定卖了那批囤货 当然是赔钱卖掉 这个时候堂哥来了 他说什么也不让我卖 出钱帮我渡过了拿关 还钱的时候我给他利息 他说时都不要 他跟我说 活到了这个岁数 发现心气之间的情分才是最重要的 他说他砍中的是我的人品 想跟我做一生的好亲戚 现在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 探讨经营商的事情互相帮衬着 偶尔不忙的也会凑在一起喝上几杯 聊聊人生和过往 没有童秀 只有浓浓的亲情 回复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就是这个道理 困难的时候有人帮 比荣耀的时候有人捧着时会多了 同时也证明了你的人品 所以 人到中年 和帮助过自己的这种亲戚来往越频繁 说明你人品运好 闭女是45岁楼好事 总给你留一份的亲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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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